才尽在运通 亲爱的全国投资朋友 欢迎收看今天的金钱道 金钱行情再次大涨了 22点 那为什么说大涨呢 其实这个指数有一点不被祝福 那我曾经跟这个 我们的频道的观众讲说 现在的行情跟过去的主流不太一样 什么叫主流不太一样 不是说类骨的主流不太一样 是说现在的分析的主轴 跟过去不太一样 你有没有发现到过去大概10到15年 当时很着重在所谓的转折点 对不对 当时很着重在转折点 就是说一波行情来了 他说这个空间大概有1000点我才要进场 2000点我才要进场 这只有300点我不想进场 就过去来讲的话 会先着重在指数有多少空间 那拉回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这一波跌可能会跌300点500点 我这一波拉回可能回测多少点 这是过去以来台湾的分析的主轴 可是尤其在最近这一两年 你会发现到 这个主轴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用 那有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在于说 你跌也跌不深 比方说这一波可能会拉回 就像是当时英国太脱欧的那一天 所有人都说这一天最危险的 但我说这是最好的进场点 那原因其实很简单 不是说他那一根不会跌 他反而跌下以后是下一个买点 因为他空间太窄了 他只跌一天 是不是 反而涨回去了 你不要说台湾连英国自己都在涨 是不是 所以这种情况来讲的话 很多人在这一次他反而是被 嘎空手了 因为看得太过于悲观 发现说跌不下去 一直涨 糟糕了 股票很强 一直涨 所以这22点我会说是大涨 为什么呢 只要当天有涨停板 就叫大涨 你抓到那一支 你就完成了你的周周20万 所以我说今年来讲 我的风格是 我讲一个逻辑 叫做什么 行情现在重点已经不在于所谓的指数空间 而是在于你的操作时间 时间观念凌驾在所谓的空间观念之上 传统派的老师你会发现越来越少 有一些甚至都跑到大陆去了 因为台湾的盘已经跟不上 现在是一个个股行情的时代为主 那我们说 你只要抓好每个礼拜转强的族群 赚到他20万 一年就是1000万 52个礼拜不是这样吗 那你说上个礼拜 上上个礼拜 没有机会吗 都有机会啊 而且我跟各位讲 所有的疑虑都已经消除了 7、8、9月是万里无云 为什么 7、8、9月万里无云 6月人家说三大变数 其实事后证明都不是重点嘛 对不对 一个脱不脱欧嘛 一个MSC 还有加上一个肺的生不生息 后来事实证明都不是重点 那就是一路涨 到7月底为止 我想最重要就是台湾的年限终于要上扬了 过去一整年以来 指数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 一口气扶腰之上的年限 就是一个大压力 从7、8、9月开始要上弯以来 我说任何的拉回 它都会变成一个强而有力的支撑 对不对 然后7、8、9月又没有变数 所以这主身段 未来三个月是你赚大钱的最好机会 所以我才会说这个指数很多人不看好 可是呢 反正一路扶腰之上 那你要好好把握啦 最好的行情就是指数只涨10点20点 但它慢慢涨 可是你的股票呢 一个礼拜抓到两根三根涨停板 你就赚翻了 我告诉你 300万的资金嘛 一根涨停10%是不是30万 你一个礼拜只要抓到一根就够啦 这现在行情那么好抓 连6月我们都抓得到 何况是7月 对不对 那万丈高楼平地起啦 所有的回升都是从短线反弹开始 当时就是有非常多的人 觉得说哇这只是反弹 这只是反弹 可是投资朋友们 所有的行情要起步的最低点 它都是被认为是反弹 这次也一样啊 你一开始认为它只是反弹 结果证明呢 一路走 一路喷 那现在的重点不是在于说 你去分析它到底还有多少指数的空间 反而是你个股要掌握住 我们举例来讲 你看像这个鸿燊 那鸿燊的行情就是像我们当时跟各位说的嘛 那这股票我们当时做完第一段 那出掉以后拉回再买一段 连涨三根 我想今天盘中又再一次看到涨停板 那这证明一件事我们讲说一根涨停代表多少 三百万的资金就三十万嘛 那我们讲七%代表多少 二十一万呢 所以一档股票你有可能同时怎么样 完成一口气 周周二十万的三周计划 那前提之下是你要做到一件事 底部要跟我们进场 所以周周二十万的一年一千万的目标 对不对 你看你当时 假设你在这个二十五块钱的时候进场 连拉三根 你已经一次达成两周的目标 对不对 所以一般人认为说 是不是这个股票要换来换去 不是 我告诉各位不是这样讲 你重点是你要在一个最恰当的时间做切入 因为七月行情跟六月最大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七月行情延伸性更好 我们主管机关一直都讲说 我们不能够跟你们保证获利啦 不能够跟你们保证怎么样又怎么样啊 所以有很多时候我真的很想 我心里有一些话真的很想跟你讲 我也不能够讲 这主管机关规定的 就像有一些观众他打来说 蔡老师那你们跟我保证 你说周周二十万你只要让我赚一次 我就相信你 可是没有办法 我们要遵循主管机关的规定 所以我只能够跟你讲说 我们拿出一个最大的诚意 是不是 我能够让你试的 能够让你先try看看 或是能够先让你吃一根的 我都尽量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不能够在节目上这样子跟你公开 用这种主管机关规定不行的字眼 讲给你听嘛 对不对 但是你所知道的 我振华可以做什么事情给你看 我亲自做给你看 这比我嘴巴讲更重要对不对 所以你看 你说像这个新剧科 光这一档股票 我不用说什么 全国公开见证 这一档股票 如果不是他当时从出生段开始 我就一路跟你带到现在 我振华不姓菜 出去给了一批 猪狗不如我是出生 全国见证 这不用我讲 你一定知道 是不是这样子 这档股票是不是当时我们从低档区 刚刚发动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VR的故事 我跟你讲 投资圈永远都有新的故事 我记得那时候一个很 一个股市的老手打给我 他说星象这档股票 今年的大转机 目标看到多少 他说他已经在这边报了三个月 那我就不好意思在跟他说什么 因为毕竟这位朋友 他很喜欢也可以说很崇拜 他一切都以基本面为依规 那我就会跟他讲说 新巨客的数字刚刚出来 他的EPS绝对不漂亮 可是他是以前微软的供应商 然后呢 这一次微软要切VR 我想你原本的供应商一定受惠 对不对 所以当时我记得那个时候 应该价格在16是7 当然现在价格拉上来了 你就不要再任意追了 我当时是这样子跟他比拟 因为他当时在星象这个地方 买了10张 用了300万 他说他要报到几百块 但那个数字我就不能讲了 坦白说那个数字 我听起来啼笑皆非 但是我当时只跟他讲一件事 你买这个10张 你新巨客可以买将近200张 200张新巨客是什么概念 大概以当时的价格来讲 大概300万再多一点点 那他当时星象300多块 报10张 就刚好嘛 300多 一个300多 最大320附近 我说你买这个10张 你新巨客可以买200张 对不对 我就跟他讲一句话 我真的是这样跟他讲 我说 因为他其实也是老师 他不是我们这种头裤老师 他是学校里面真正的老师 他研究股票起来 跟做学问一样 非常的认真 那他讲到的那些博弈机台 讲到意大利的法规 讲到第一季的季报 我都很认同 其实这些东西 我在电视上都已经讲过 但是我在讲了一个东西 叫做机会成本 因为你讲的东西 是确实已经承认的 但是很抱歉 大家都已经知道 而且里面已经大家都赚过了 但我在讲的这个东西 是刚刚开始 懂的人还非常的少 你觉得谁的机会成本高 那我说王老师 我尊他一身王老师 因为我这样做股票虽然非常厉害 可是他教书的资历可能已经超过40年 对不对 如果不是因为其他的关系 可能包括就是一些机运或机缘 说不定他现在是教务主任 我还要叫他一身主任 对不对 你在人生的资历上可能比我丰富 但是我是专责在做股票 对于其他的东西 我还是要尊重你 我尊重他一些王老师 我说我在跟你谈了一个东西 在投资学上叫做机会成本 一个月过去 你回头去看看 这场星巨科一路狂奔 从当时的17块不到 到19块 到20块 到21块 到22块 到23块 我说这是公开超过上全国见证 我振华叫你买星巨科 一定有某个道理 这张股票到今天再创新高 已经来到26块钱 现在你告诉我 16块当时你如果有买进的话 这种低价股 一张价差竟然可以高达1万块 任何一个投资朋友们 你会做算数的 你一定知道 1万块是什么概念 16块你200万的资金 可不可以买到100张 300万的资金买到将近200张 你什么概念 现在到多少 叫做100万的利润 你若买200张呢 一张1万块是多少 200万的利润 你直接达成什么 10个礼拜的目标 一档股票直接达成10个礼拜目标 所以我们周周20万 不是叫你天天做短线 而是观看 检查你手中的账户 它是不是利润慢慢在增加 如果你报一档股票 它是根本没有赚到钱的 你现在来问我 我反而想要问你 你抱着它干嘛 你可能可以自己一个很好的解释 也许是基本面的 也许是听来的 也许是某一个外资写的报告 可是事实上 那些都比不上你真真实实的赚到一笔钱 20万 我今天讲一句实在话 我说新巨科 不要说是我们认识那几个 对不对 我们家族的朋友 就连每天打来给我的观众 台北台中高雄嘉义到处都有 根本有的还没有加入我们的 蔡老师谢谢你 新巨科我赚了一百万 一大堆 为什么 这股票七八千张 台北台中 对不对 新竹 桃园 到处都有 买个一百张 五十张的人 大有人在 一百张到现在 我告诉你将近快要一百了 还有人不止一百 两百的都有 全国见证 我说的有没有错 是不是这样 新巨科跟重棚啊 我说过了 你是看了一场戏的观众 还是赚了一百万的人 全国公开帮我见证 每个打来的 我都这样跟他讲 我说谢谢你 你赚了这么多钱 他说为什么要谢我 蔡老师我是来感谢你的 不用感谢我 了不起的是你自己 为什么 我今天的节目 全国都在看 我蔡振华横跨三台 台湾没有一个 头顾分析师敢像我这样 三个台都敢做 从早上一路做到晚 对不对 三个台 你怎么转台都是我 看到我在做新巨科的人 比比皆是 但是真正赚到钱的只有你 所以你应不应该感谢你自己 你应该感谢你自己 因为你相信我 所以我带出来一个什么观念呢 你看像洪生 你们的老前辈 你看像沁藤 对不对 他们当时一路这样子做上来的经验 我会拿一档新的股票让你复制他的成功 你一样可以成功 只要你相信你自己 别人可以赚得到一百万 你一定也有机会 别人可以赚得到两百万的话 你更是有机会 为什么 七月的行情更好啊 连六月进来的朋友 我们都可以买得到重篷 何况是七月 当时的重篷 如果不是在 还没有 刚刚起涨的时候 我直接告诉你 那我再讲一句话 天在上地在下 我出去给了一批 这档股票如果不是在刚起涨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 我们在这个地方这样子来坐进场 这样子做 对不对 那是你一路看下来的 你一天到晚这样盯着我 全国公开做见证 重逢是不是 从当时 三十块不到 来到二十九 来到三十四点五 来到三十八 我还在涨 多强了一档股票 人人都可以成功 是不是这样 真的啊 这代表了什么你知道吗 我再讲一次 所有的股票 拖不开 基本面 技术面 筹码面 消息面 在你们研究这么多面的同时 我要告诉你 所有这些 都比不上你真正想赚钱的企图心 你知道为什么 王老师后来他成功了 他决定 弃暗投明来找我们 当新居科长到那个程度的时候 他最后终于决定 老师 让我来加入你们的行列 转换到谁 红森身上 你看他就成功了 不要说周周二十万 天天二十万都大有人在 所以七月我告诉各位 跟六月最大不同在于哪里 行情真的非常的好 你看看当时三月的朋友 三月四月的朋友 庆腾一路到现在 从当时周周二十万开始 已经成功过太多次 一路创新高 对不对 那现在只差什么 你的企图心呢 所以这三名朋友 是不是今天直接答正 二话不说 今天早上怎么样 三四九二长盛 一口气锁到最后 当天答正 帮你自己鼓鼓掌 我们的绩效 我们跟其他老师不一样 所以大家差别在哪里 如果说今天换做别的头顾老师 有我这种功夫跟绩效 那不知道已经多开心了 我讲真的 但对我来讲 这跟吃白菜看慢动作一样 对我来讲难的地方在哪里 不是在于我这样子操作 我找到这样的股票 那对我来讲叫基本动作 对我来讲困难的地方在于 要让你真正赚得到钱 那反而比较困难 为什么 我可以找得到新巨科 我可以买在十六十七 对不对 我可以找得到庆腾 我可以找得到当时的洪森 我甚至可以找得到这一次的重棚 可是难在哪里 我要让你真的买得到 而你只是一个观众而已 这个就困难的地方 我早上在买的时候 我怎么让你知道这个讯息呢 你要拿到这个讯息 当我们赚到钱的时候 你要怎么知道要续报呢 新巨科很多人中途就跑掉了 只赚了二三十万就走开 多可惜 你可以赚三百万 结果你只赚了十三万 你要怎么一路报到现在 要我打电话告诉你说 等六月营收 你不能再追了 但是旧的股票你要报着 有我这通电话 你就一路报到现在 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我们来看到 周周二十万 只要388的活动 我现在告诉各位 我们七月 我当时为了发愿 跟我们师兄讲 我说我今年最大的心愿 希望我们金钱到的观众 各个都赚一千万 哇 这是一个很大的心愿 对不对 这很大的心愿 正好你要怎么做到 我说第一个 我提出周周二十万的概念 因为这件事情 散户都做得到 对不对 叫你去做法人在做的动作 你也许做不到 但是周周二十万 一般投资人 你一定可以有机会做到 对不对 你三百万的资金 七%就有二十了嘛 除非你买错 要不然就是你不敢买 有我在带你不用怕 那第二点就是说 这个我们的 当然我回去 就跟我们业务主管开会 他说现在投资人 最害怕的是什么 被投顾伤害过 我发现有的老师 电视上真的很会讲 操作起来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那怎么办 我提出一个建议 造成我们公司大震撼 我跟我们老板亲自讲 我拿我的工作保证 相信我们的观众 我说 为了迎接七月的主身段 我们所有的专案 从中秋节才帮你起算 我们老板听完吓一跳 蔡老师啊 现在才七月 你七八月都要先带他们 那九月中才到中秋 我说没有错 他说 难道你就让他们这些观众白吃白喝 我说你放心好了 我们金钱能到的观众 只要他真的有赚到 对不对 一定会来加入我们 我们老板 董事长说 郑华你要保证 我保证啊 我替你担保 对不对 我讲过了 我郑华 我可以说什么都有了 我的人生最后的成就感 就是希望我亲眼看到你 我要听到你们打电话来跟我讲一句话 老王进来跟我说 蔡老师我今天赚了四十万 对不对 刘先生打来说 蔡老师我今天赚了六十万 王小姐打来说 蔡老师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周周二十万 那就是我人生当中最大的目标了 所以我告诉各位哦 迎接主身段 为了要帮你掌握从七月开始的主身段 听好哦 周周二十万的计划 不但只要三八八而已 而且呢 这三八八 我中秋节才帮你算 七八月算我的 先来跟我做一档 交给我 我们明天早上带你进场 我们先进到宗告 头痛 请用御分珠 吹记听 请用记听五分珠 五分珠 好 大华国际头部 2362-8000 大华国际头部 2362-8000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茧 排气密创 章 以後才能把你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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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歡迎回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紅色 這就是你們的學長學姐 在很久很久以前 一路這樣子坐上來 你看 對不對 你們還記得吧 我們的老觀音眾 一定都記得 我當時講了一個故事 想像一下你們的汽車 前面就是一台螢幕變成大iPhone 那個時候我在講所謂的連接線組 市場上的人把我當白癡 對不對 但是黃小姐呢 她一路緊跟著我 不出就是不出 她今天成功了 賺到炸掉了 投信到現在才來追 我們是什麼時候買 什麼時候講的 對不對 所以我想要跟你講一件事情 很簡單 就是說 所以說 你在大家都還不知道的事情 之前 你先布局的話 你才會贏得不敗之地 那有的人就會說 老師我真的很害怕 所以我說你不用怕嘛 拜託 全天下哪個頭顧老師跟你敢這樣的 中秋節才算 七八月來跟著我 對不對 讓你們先轟一筆 紅色有夠強的 我看了真的好感動 我在感動什麼你知道嗎 以前黃小姐她做股票都不賺錢 一檔股票脫胎換股 那創新高的股票當然越來越多 我們現在稍微簡單講一下 你看台南那個黃先生 看完我們當時的股票 你看我當時還蓋牌 今天拍誰 對她都抓得到 真的好厲害 你看看 這屁地一進 那我就跟各位講 你買在這邊的 那邊大賺嘛 對不對 你今天才追就不必了 不然你留上一線 所以一開始就要跟著我 是最重要 但是我知道股票還沒有漲之前 你沒信心 所以我就跟你講 你放心 對不對 你交給我 我中秋節才幫你起算 跟你說就是這樣子 好不好 這我跟你的約定 我幫我們老闆幫你做擔保 但是你如果真的賺到 你不要說不認識我 你不能這樣 要有點義氣 我都挺你了 你不要挺我 一次二十萬 一檔二十萬 不貪心的人 反而還會得到全世界 那當然這個 記憶體還是主軸 平安你看看 對不對 買得漂亮的人都賺多少 那我們來看到這個商城 也一樣嘛 對不對 我當時還跟各位講 脫歐公投又怎樣 只要吞掉那根黑棒 必然成為下一波的主軸 果然是創了新高再有新高 漲完漲停再收紅棒 真的是很強 一路創新高 我看現在到底到哪裡了 那還有利萬利 利萬利的話就是以前的萬國 可是萬國漲幅比較小 有機會後來居上 利萬利了 那記憶體當中有一隻還沒漲到年 你們知不知道 你們不知道嗎 對不對 但我知道啊 所以呢 每一天都是新的開始 現在就定下你的目標 主軸已經很確立了 主軸已經很確立了 我們就是要找剛剛起漲的股票 周周二十萬只要三八八 為了迎接七月的主身段 我正好要再講一次 所有的活動 中秋節才起算 你一定很擔心 你的心情七上八下 你放心好了 明天我先帶了進場 七八月我來幫你除名 中秋節起算 務必把握明天 剛剛起漲 最強的主身段 明天早上我們親自帶你地方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期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頭痛 請用五分珠 吹起聽 請用起聽五分珠 五分珠 五分珠 中秋節 大華國際投資 2362-8000 通知 大華國際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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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国际服务 2362-8000 快报快报 105年1月1日起 公用事业导入电子发票 如水费 电费 瓦斯费 电信费等 将开立无实体电子发票 您不仅可透过账单上的载缺号码 上网查询发票资讯 如有中奖 公用事业也会主动通知您中奖讯息哦 而中奖人只要凭载缺号码 到超商列印电子发票证明连 就可及游戏变领奖金咯 特报员小泰 祝您吸引中大奖 北东PiPiNet超值优惠双小套 新时代光星标网 加数位有限电视 平均月付真的只要690 加一年再送数位有限电视 三月多人多鸡 同步无线上网 全家吃大宝 免装机费 设定费保证金 带送WiFi分享器和 然后转费保证金